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普利呢 他在我先前讲的都不太一样 他依然是似那什么 是在有六条横线来表示挤他的六根琴弦 但是呢 他在这上面写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实际上他指的是左手的品位 那比如说看这个 这个是第六弦 在第一个位置上 他写的是一个零 那么指的是什么呢 是右手 左手第六弦的空弦品位 所谓说空弦就是左手呢 一个平也不要摁 那么第二个是六弦的第一品 这个是六弦的第三品 那么这个品位呢 都要用左手来摁 在前面我说过 左手的十指 它是摁第一品的 中指是管第二品的 无名指呢 管第三品 小手指管第四品 那么越到不同的品 看到零 那就是一个手指也不用 那么一呢 就是左手的十指摁压 摁住吉他这个六弦的第一品 那三呢 就是用左手的无名指来摁压呢 吉他的六弦第三品 到这个位置 变成了什么呢 左手 就是主要右手负责弹奏 然后第五弦的空弦 然后是第五弦的第二品 第三品 一次往上是第四弦的空弦 二品 三品 然后是三弦的空弦 零和二品 二弦的空弦 一品和三品 然后是一弦的空弦 零和三品 在第二行 就是从一弦的位置 三品 一品 空弦 然后走到二弦的三 一 零 三弦的二 零 四弦的三 二 零 五弦的三 二 零 六弦的三 一 零 那么我现在呢 要尽高注意一下 我的手呢 就分别在这个左手的子板位置 那么十指在一品 中指二品 无名指三品 小木指四品 那么遇到空弦的时候 比如说第一个在六弦的空弦 那么这个空弦呢 左手是不需要摁的 右手只要弹一下第六弦的空弦就可以了 然后呢 紧接着是 左手摁压六弦的第一品 就是第六弦最初的这根琴弦 第一品 把它摁下去 你就会得到一个音机 那么第三个就是六弦的第三品 用左手的无名指 A压第三品 然后右手把它弹响 紧接着我现在把右手 左手转移到第五跟琴弦 那么右手呢 同时大公指也要转移到第五弦 右手的大公指呢 它是弹奏六弦五弦和四弦的 所以说在五弦的时候呢 右手的第六弦 右手的第五弦需要大五指去弹奏 然后是五弦的空弦 零 然后是二品 用左手的中指去按压 二 左手的三品 接下来转移到这个位置 是第四弦 第四弦的空弦 左手用大拇指弹奏 右手用大拇指弹奏 左手呢 不用按 然后是四弦的二品 四弦的三品 然后吧 下一位置是三弦的零和二 这个弹奏三弦的时候 右手是需要用食指向上去勾的 先弹空弦 然后中指按压第二品 最后是二弦的空弦 要少要用中指去弹 那么一品 三品 然后最后是一弦的零 一 三 那么弹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把它们在做好的时候 很多同学呢 就是习惯用一个手指去按压 比如说这样 用十指去弹 其实这个方法呢 是不好的 刚开始呢 最好是学会呢 用这三个手指和四个手指 一个手指去分管一个品 所以第二行呢 是三 一弦的三 一 零 转移到二弦的三 一 零 三弦的二 零 四弦的三 二品 空弦 五弦的三品 二品 空弦 六弦的三品 二品 空弦 那么在弹奏这个练习的时候呢 除了左手需要按准 他所规定的琴弦的相应的品之外 右手呢 也不要用错了手指 有的朋友呢 如果说练习的时候 就把大拇指呢 从六弦一直弹到了第一弦 那么这个方法千万要注意 不要这样去做 右手的大拇指是管四 六弦 五弦和四弦 三弦呢 是由十指来管的 二弦是由中指来管的 一弦呢 是由无名指来管的 我现在把这个重新再做一遍 从第一行 六弦的空弦开始 零 一 三 零 二 三 零 二 三 九 三弦 零 二 二 二弦 零 一 三 一弦 零 一 三 第二行 我回来 三 一 零 二弦 三 一 零 三弦 二 零 四弦 三 二 零 五弦 三 二 零 六弦 三 一 零 在练习这个过程中呢 一定要慢慢的练习 不要把它弹得太快 等你练习练了以后呢 你才加快的速度 那么先来看一下第三行 第三行呢 是一弦 一弦位置的三个品位的联系 那么这个呢 在前面看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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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小节 它是画了四个零 实际上它底下写了一个竖线 它指这个零呢 是一弦的弓弦 同时这个节奏呢 这个音符呢 要弹透一拍 这几个零呢 都是一拍 每一拍弹一个 一拍弹一个 到第二小节的时候呢 变成了一品 就是着手用食指去压住第一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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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无名指摁压住第三品 四个三 到第四小节的时候 这个三品 后面在这里下面有一条横线 它实际上这是个二分音符 它需要你弹奏两拍 后面这个三也是一样的 在第四行 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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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弹一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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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一 最后呢 这个零呢 是两拍 这个零呢 也是两拍 只是呢 后面它应该有一条横线 我忘了画了 好 现在呢 我把这个弹奏一遍 大家先看一下 从第三行的 把镜头不要转 等一会 过一会儿再转 那么从第三行的这个位置 第一个音开始查 大家听一下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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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一个 一 一 一 平 好 三 平 一共四个 三 四 然后 这个三是两拍一 二 这个也两拍一 二 一 四行 二 三 四 三平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 大家再听一遍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第四行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下面呢 往镜头注意一下 我的手 看我的左手是具体怎么做的 再弹一遍 准备 一拍 开始 一 二 三 四 转到一平 一 二 三 四 三平 一 二 三 四 两拍一 二 三 四 第四行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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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朋友注意呢 我在弹这个琴的时候 我压品的时候 并没有把手指压在品柱上 只是压在品柱的 这个根的这个位置 所以有的朋友呢 也许看不清 我这里要特意强调一下 我并没有压到品柱上 请大家注意 好了 关于这个集的这个苦力呢 我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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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